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才一说 之前我们去他家里 他躺在床上 我都感觉他活不了两年了 这一次去的那个庙是在他家附近吗 他去烧香 我看他活蹦乱跳的都差点没认出来 我说你没问问他是谁治好的 这么厉害的人我得去见见认识认识啊 张才一说 我问了 他说这是说来话长 过两天他有空了到咱们庙里来一趟 说是还有事请你帮忙 说完 张才一就去忙别的事了 往事逐渐浮现出来 占据我的脑海 那是五年前 一个瘦高的小伙子到庙里来 请我舅舅他的弟弟 我问起具体的情况 小伙子说他弟弟应该是饭杀了 一开始饭量挺大 二十出头的年纪 能吃也是正常的 但是身子却越来越瘦 后来饭都吃不下了 浑身虚弱无力 病倒在床上 送到医院去 给弟弟全身做了检查 其他指标都没有任何异常 医生说是营养不良 需要多加强 住院期间打掉真书里一些营养液 也没见好转 只好又回家了 小伙子请了很多做刀场的师傅到家里去 都说是犯了啥 但是精怪很厉害 止不住 湖南地区有名气的没名气的倒是法师和尚 几乎全都去他家里帮过忙 有的做完了法师没有任何效果 还有的做完以后病情更重了 当时我觉得既然这么多同行都去做过了 一点好转都没有 估计我也解决不了 保险起见 在庙里照了下水碗看看是具体怎么一回事 水碗里显示出一个破了的大罐子 罐子前面还有香烛供奉 我推测这个罐子可能是个金坛 就问小伙子是不是有师傅去家里立过劲 立劲是民间法师面对极其强大的妖邪 束手无策时采取的办法 普通的收邪破煞遣送法事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就不得不用立劲的方式 立劲很像西方神话故事里所提到的封印 将妖邪封在一个有盖子的容器里面 湖南地区多是用瓦罐 封印了妖邪的瓦罐就叫做金坛 需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平时烧香供奉看守妖邪的神将 小伙子说 确实是立过 但是没成功 我想了想 这个水碗里显示金坛破了 可能就是指这件事 小伙子说 有的师傅做完以后病情更重了 可能就是用立劲的方式没成功 反而激怒了妖邪 让他变本加厉地伤害病人 但我无论如何 想象不出 为啥立劲也会失败 更让我感到无能为力的是 如果立劲都没有用 一是 妖邪有了防备之心 就算换个人去立劲 也是很难成功的 二是 我也实在没有什么信心 能用别的方法解决这件事 毕竟立劲已经是很多民间法师最后的杀手锏了 湖南这里做到是有很多规矩 其中包括如果信是上门来请 无论如何都得亲自去一趟 我只好硬着头皮拉上张才艺一起去看看情况 小伙子的弟弟那时候也不过就是二十二三岁的年纪 大热天躺在床上 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还时不时发抖 嘴唇上几乎看不到血色 我很诧异他到底是从哪里惹到这么厉害的妖邪 便问他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荒山野岭 或者是做了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韦的事 病人有气无力地说 之前一直都在上学 没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就经常觉得饿 吃很多 但是身上没有力气 还越吃越瘦 好不容易强称地读完了大学 随后就病倒了 一点食欲都没有 吃一点就吐 现在体重还不到五十公斤 这个状态也没办法找工作 就一直在家里躺着 连去一趟厕所都累得出汗 短短几句话 病人说起来非常吃力 足足用了五六分钟才说完 我越来越想不明白 一个小伙子老老实实读书上学 怎么惹到如此强大的要挟 想来想去 推测最大的可能还是跟祖辈有关 又问那哥哥家里父母爷爷辈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小伙子开口说了一句 我爷爷是法官 不是法院的那个 他是做到事的 我顿时惊住了 法官是我们同行之间最高级别的尊称 从不轻易使用 整个省内同一时期能被尊称为法官的 一直首属地过来 能被同情尊以法官称号 是民间法师至高无上的荣誉 也代表着智杀曲械的水平 冠绝古今 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请爷爷来指 小伙子告诉我 爷爷在弟弟生病之前就已经过世了 这时候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祥的预感 便问 你们哥俩是亲兄弟 你们的父亲没学这个 兄弟俩同时点点头 哥哥说 我爸从小也对这个不感兴趣 跟他的经历也有关系 听说我爸小时候赶上破四旧了 我爷爷那时候经常被批斗游街 在他心里应该是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总担心干这个会被迫害 虽然我爷爷在乡亲们这里都挺受尊敬的 但我爸从来不提这些事情 我浑身一激灵 说 那这个妖邪 跟你家里应该是好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了 兄弟俩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 我们平时干这行的 其实也见不到这么高等级的妖邪 就好比普通县城里的民警 也接触不到跨国武装犯罪集团 但是你爷爷是法官啊 等于驰名中外的名侦探 来遇见这种大些神的可能性很高的 我来之前一直都想不明白 历尽抓不住的妖邪都是狠角色 还不是一般的狠角色 老百姓根本惹不到 就像老实本分的人平时做什么 也不会让黑社会头子盯上 你们到底是怎么惹到身上来的 我以前连见都没见过这种事 因为能有这么大能量 有危害百姓的邪神 道教传承这几千年龄 应该都被祖师收得差不多了 现在来看 最大的可能就是跟你们爷爷有关系 老法官是唯一有可能接触到 这个层面邪神的人 兄弟俩面面相觑 当哥哥的问我 那岂不是所有做到事的 后代如果没干这个 都要遭殃 就像你说的 好比基督警察家人被毒贩报复 我说一般是没事的 但你爷爷是个法官 你们不干这行可能没概念 湖南整个省近几十年来 没有一个活着的道士法师 被称作法官 你就想想法官的地位有多高 哥华家里面估计也得是毕加索 放高这个水平的 可以想象你爷爷一辈子 跟多少妖邪结了院 肯定有不少是邪神级别的 你爷爷在世的时候 他们肯定不敢来 如果你们父亲子成父业 也做了道士 他们也会掂量掂量 不太敢造次 这是现在很清楚 就是你爷爷过世了 结果子孙都没接受这身本事 那肯定第一时间就来报仇 我说实话 哪怕我是湖南县阶段 水平最高的法师 我也解决不了这个事 我根本没有任何应对 这个情况的经验 省内的同行 水平有高有低 但是怎么说呢 好比张三有一把镰刀做武器 李四有一柄宝剑 李四的战斗力 要比张三强 但这俩人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还能打个有来有回 王五这时候 掏出冲锋枪来 张三李四 是根本没办法对抗的 我们跟邪神的实力差距 可能比这个还大 所以省内我觉得应该解决不了的 我到现在也是只有个推测 至于这邪神的来历 跟你们爷爷有什么恩怨 是只来了一个还是团伙 我都一无所知 当哥哥的说 如果能知道来历的话能解决吗 我想了想 说知道来历 或许有一线生机 我的把握实在太小了 不过总比两眼一抹黑强 你们知道他的来历 当哥哥的说 我想起来我爷爷是有个小屋子 里面总共有两间 一间供神 还有一间 里面就堆些杂物 还放了个罐子 那里面平时挺凉快 我和我弟弟小时候捉迷藏 会躲到那间屋子 但每次让我爷爷发现了 都很生气 就不让我们进那个放罐子的房间 那时候也不太懂 现在接触了这么多 才知道那个罐子就是进坛 放在桌子上 还有香火供奉的 后来长大了 我和我弟弟都没再进去那个屋子 不知道情况 我爷爷过世了以后 我们整理衣物 把爷爷供的神像和法器 都送到庙里去了 整理的时候 听见另一间屋子里 有声问响 过去看 是那个老罐子破了 你说 会不会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问道 那罐子呢 哥哥说 我爸当时说 既然破了就扔掉吧 就扔了 我顿时想到了 动身之前赵水的警将 便把赵水的事跟兄弟二人说了 按照常理来推测 这个要挟 起码是被进坛关了几十年了 心中怨气极重 进坛破了 自然也就逃出来 准备司机报复 当哥哥的说 爷爷生前最疼我弟弟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没事 我弟弟被他整了 我说 是的 老法官有跟你们提起过 这个进坛里面 到底装了什么 在哪里抓的这些故事吗 哥哥和弟弟 互相看了一眼 都摇摇头 说 从来没说起过 哥哥又问 那这是一点办法 都没有了 我说 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 历经是我们最后的手段 你爷爷有可能 一辈子就做过这么一回 他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 说明你爷爷也很头疼 我们这些普通的法师 你知道是 好比一个武功好的拳尸 单打独斗从来没输过 使出杀手捡来 无非就是能多打倒几个人 你爷爷好比是个迫击炮手 百发百中 他用平常手段 就足够无视我们这些打拳的人 如果是需要他使杀手捡来 应对的情况 我们就望尘莫及了 哥哥说 那我们替爷爷给他赔罪道歉行吗 我说 于理我们不能向恶势力低头 不该给他道歉 你和你弟弟又没惹他 而且也不知道 你爷爷到底跟他是什么过节 兴许是他作恶太多 才被你爷爷抓住了 何必去给这样的一个家伙赔罪 对了 你们有没有梦见过这家伙 比如他提出什么要求 哥哥说 我是从来没梦见过 弟弟摇摇头 说我也没有 我说 那就更没必要道歉了 看来他也没什么诉求 一心抱负 赔罪也没用的 哥哥长叹了一口气 把我拉到屋外 小声说 请您说实话 您觉得我弟弟还能活多久 我说 目前的情况来看 生命危险应该没有 这个邪神要想弄死你弟弟 应该就是动一动小指头的事 他可能是想慢慢折磨人 哥哥说 能做点什么缓解一下吗 我说 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确实一点把握都没有 哥哥挺无奈 但也还是请我们做一下试试 最后 我和张才义在堂屋里 立起临时法谈 做了些简单的祈福法事 如今时隔五年 却不知 他怎么突然康复了 小伙子什么都不做 能自己好起来的可能性 几乎等于零 而且后来打听到 我认识的所有道友 同行都被他哥哥请到家里去过 据我所知 省内没有退休的道士法师 应该都根本没有解决这件事的能力 更何况 行谈道士 有很多是单打独斗的 哪里缺人手做法师 就去哪里帮忙 互相推荐介绍 能把省内绝大部分 正当年的同行都串起来 形成庞大的同行交流群 按常理 我所能接触到的做道士的人员比小伙子多 不知他从哪里请来了这样的高人 如果是省内的老师傅 我非常想去见一见 张才一告诉我说 已经把庙的位置发给小伙子了 应该过两天就来了 等了两三天 小伙子如约来到庙里 一进庙门 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现在的他 看上去身体十分健忘 我说 你现在是完全好了 小伙子站在庙门口 伸伸胳膊 原地跳了两下 说 好了 没事了 我赶紧招呼他到茶室里坐 聊起来往事不慎唏嘘 小伙子这是第一次来我庙里 互相客套礼番 我问道 你哥哥最后是请了哪里的师傅 帮你把问题解决了 小伙子说 这是说来话长了 我哥哥 后来接着到处找师傅 来了也说是搞不定 想着贵州江西路远 我们听不懂当地人说话 也没法去找 有点绝望了 这时候我开始做梦 总是梦见一只大老虎 很奇怪 我们平时电视上看动物世界 老虎是黄色的皮毛黑色斑纹 梦里的那只老虎是反过来的 身上是黑色的 斑纹是黄色 我顿时脱口而出 说 黄斑乌虎 小伙子愣了一下 说 啥意思 我说 我们正常的老虎相当于是乌斑黄虎 乌就是黑颜色嘛 在炙煞的一些法式科书里面 经常提到一个黄斑乌虎 形容它是炙煞出血的先锋官 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首诀 叫黄斑乌虎诀 大概意思就是 请黄斑乌虎来制血 科书法本里面 一般的冰匠都是没有名字的 都用统称 什么芝麻冰 黄豆匠 形容冰匠多嘛 唯独这个黄斑乌虎是专门有一个名词 小伙子说 这么说来 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我问道 他跟你说什么了 小伙子说 一开始总是梦见这个老虎跟别的动物打架 每次都是他赢 跟看电视试的 连续好多天 终于有一次梦里他不跟别人打架了 对着我说话 说他原先是在我爷爷手下做冰箱的 可以帮我赶走害我的邪神 我说那就麻烦你帮帮忙了 他说帮忙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 要在我身上下马 我问道 然后你就答应了 小伙子说 我那时候也没办法了 再那样病下去 只能等死 也就答应了 然后前前后后过了一个月吧 感觉身上慢慢恢复力气了 饭量也正常了 我想去工作赚钱 我哥让我又在家待了两个月观察一下 没啥事 我这才去找工作 都还挺正常的 也没出现身体不受控制的情况 我慢慢也把这是淡忘了 就是突然前几天晚上做梦 那个老虎又来了 他说之前在别处的一个庙里做冰箱 一开始也没打算在我身上下马 就是留个后路 但现在他在的那个庙被拆了 没地方去了 所以来找我 让我干脆别上班了 就做马脚 平时出马帮人查试 收点香火钱 我说这倒也是个出路 他能把邪神赶走 肯定很厉害 你要做这一行 怕是行业领先水平呢 没想到小伙子却说 那不行啊 他是妖怪啊 我怎么能让妖怪上身的 在湖南地区 民族方面普遍认为 动物修成的精灵 不管品性如何 一律以妖怪论处 动物精在人们的观念里 要比鬼神层次低得多 我说人家也是跟你有商有量的 事先征选了你的意见 又帮了你一个大忙 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于情于理这事应该兑现诺言啊 小伙子说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之前有那么多师傅 给我做法师之福 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也有说是这个妖精那个邪魅的 口径都不一样 只有你能分析出这个事情的根由 我觉得你水平不低 所以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赶走 我说你这是开玩笑呢 之前那个邪神我都没办法 这老虎比那邪神还厉害 我根本搞不定 你没跟他商量商量吗 比如换个形式 小伙子用很诧异的眼神看着我 说跟这种妖怪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有些无语 不禁想起前几年去世西边 帮一位北狐狸精灵附体多年的婆婆 当时婆婆的家人也是一模一样的态度 从来不跟狐狸商量 简决不妥协 确实有很多湖南的乡亲们 打心底里就瞧不起这些动物精灵 我说那总归还是要交流的 就算是比较弱小的灵体 我们一般也不会刻意去欺负 更何况是这么厉害的黄斑乌虎 他本来可以完全不理会你的态度 直接强硬地冲开你身体棺桥 能跟你这么平和的交流是很难得的 小伙子很不屑地说 呸 他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还要冲开我 你让他冲一个试试 我正要劝他别这么乱说话 突然就看见小伙子脖子一歪 像是落枕了似的 紧接着嘴角也开始抽 小伙子说 你非要来试吧 咱们看看谁能把谁压下去 紧接着 小伙子就像个僵尸一样 胡乱扭动身体 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就看着他坐在椅子上 猙獰地摇头晃脑 不一会儿 小伙子就满脸通红 痘大的汗珠不停地落下来 咬牙切齿的模样 仿佛正在跟大力士决斗 我说 你要不要先停一下 这样下去 别人看你像疯了似的 小伙子喘着粗气说 不行 这个妖怪凭什么 话音未落 小伙子突然没有了挣扎 端起来桌子上的烟灰缸 就往嘴边地 我们平时为了方便 熄灭烟头 烟灰缸里倒了很多水 我见得一副要喝脏水的架势 赶紧凑过去抢烟灰缸 可说实时那事快 还没等我够到烟灰缸 小伙子已经张大了嘴巴 把脏水倒进去了 我好不容易抓住了他的双手 却没想到他力气大的吓人 我拼命往回躲 他的手却牢牢抓住烟灰缸 闻刺不动 喝完了满满一缸脏水 小伙子才心满意足地 将烟灰缸放回桌子上 用手背擦了擦嘴 我看小伙子端坐在椅子上 闭着眼一动不动 问道 现在是黄班巫虎将军吗 小伙子也没大理我 左手右手各掐了一个祖师爵 放在膝盖上 脚尖在地上 看似毫无章法地乱点 看了一会儿 我才发现这是在踏缸部 沉默了五六分钟的模样 小伙子张口说道 我下去了 说完 小伙子浑身打了个冷战 瞬间睁开了眼睛 紧接着就是一声甘藕 我赶紧把垃圾桶递到小伙子身前 他抱着垃圾桶吐了一阵 却什么都没吐出来 还边吐边骂 说 你看 我就说他是妖怪吧 我压他 他就控制我身体喝这个烟灰水 还憋着坏呢 等水咽下去了 这才走 明摆着就是不想让我吐出来 我抽出两张纸巾 放在桌上 让小伙子擦嘴 说 你这个虎娼 我觉得不是什么歹医啊 是你先骂他是妖怪 他生气了 才对你施以惩戒 小伙子接过纸巾 把嘴角的烟灰都擦了 说 他来路正不正的谁知道 反正都是他嘴里说出来的 谁也没办法验证 我爷爷是死无对证了 也没办法知道 他之前在哪个庙座冰江 我说 我倒是有一个新的体会 小伙子问 什么体会 我说 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 手里掐着绝脚底下 还同时踏钢部的附体 但我们打仓收兵法师的 科书上有提到过 说这个神家兵马 头上带翅 手中带绝 脚下带钢 除此以外 皆是三界妖邪 这一段描述 是叫打仓收兵的法师 如何分辨兵将的来历 但说实话 我以前觉得这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到今天 我才第一次见过 什么叫手中带绝 脚下带钢 当然 头上带翅 我们是看不到了 至少能证明 这个虎昌 以前肯定是在庙里做兵将 来路还是很正的 见小伙子将信将疑 我还专门把打仓收兵的科书翻了出来 找到这个位置给他看 小伙子看了 说 就算是以前做过兵将吧 这又能怎么样 我说 从他刚才的状态来看 上不上你的身 完全取决于 他想不想用墙 你看你骂了他一句 彻底把你全身控制住了 你毫无反抗之力 但他应该还是希望你兑现承诺 主观上能接受这件事 小伙子皱起了眉头 说 没别的办法了吗 我说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的那个邪神 说不定还在司机找你的麻烦 如果这个黄斑乌虎能跟着你 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呀 小伙子想了想 说 这倒也确实是个问题 按你的意思 应该怎么搞 我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上身 我们好好聊一下 你也别把他当妖怪看 我只能劝他 尽量不要打扰你的生活工作 平时你这供奉鞋香火 愿意让他上身的时候 出来帮人查查是 制止鞋也不错 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就平时供奉着 如果将来谁有缘分 请他去庙里坐冰江的虎 就送他走好了 也还是让他时不时回来 看看你 一是毕竟有你爷爷 这层关系在 二是也能帮你 镇住那个邪神 小伙子同意了 我们一起到大殿里 焚香请撞身 小伙子刚闭上眼 突然把手里的香丢在地上 抱着头求饶 嘴里说着 莫打我莫打我 招不住了的 我说 谁打你了 你是哪个 小伙子说 我是之前被他爷爷 历尽封住的那个 我恍然大悟 说 是那个老虎打你吗 小伙子点点头 仍然是一副求饶的模样 我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小伙子说 招不住了 我走了 回老家去了 我说 那你不要再害人了呀 赶紧回去吧 有机会 别人打仓收兵的时候 你去做兵将 也是个出路 再接着害人 那肯定没好下场 说完 小伙子顿了一下 又正金威坐起来 仍然是两手 分别掐着祖师爵 脚下开始踏纲步 我问道 是虎将军吗 小伙子用严肃的口吻说 是我 我说 我跟他说了一下 希望他不要把你当作妖怪些神 他本人对这个事有些抵触 小伙子发出了沙哑的嗓音 说 我小的 我说 我提了两个方案 你看哪个你能接受 一是平时给你供奉 不请上身 将来有缘分了 把你送走 还没等我说第二个方案 就被小伙子打断了 他说 我和他就是缘分 我说 那只能参考第二个方案了 就是 你尽量用这个暴梦 或者给他写下的方式沟通 不要影响他平时的生活 小伙子说 他水平不够 现象也看不见的 我说 那要不 你还是尽量抱梦 小伙子有些不耐烦 说道 你不用管了 我自己知道怎么做 不会打扰他生活工作的 说吧 小伙子猛地往后一坐 如睡梦中惊醒一般 睁开了眼 我说 刚才说的 你都听到了吧 小伙子点点头 说 那我可能要跟他做长期斗争了呀 我无奈地说 我也确实没啥办法对付他 当然从我内心角度来说 还是建议你跟他和平相处 小伙子摆摆手 垂头丧气地走了 我心中暗道 按照这个架势 指不定以后会闹出什么事了 只能见一步走一步了 好了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